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就成功俘虏观众的心 被封为国民女友 反之斩棚因为酒后乱性 被大骂渣男而感到无辜 为什么你们俩最后没有一起啊 因为她啊 没有 为什么 算啊 不要再说她了 你有没有很内疚呢 有啊 我就是很内疚 所以我走了 走了 你看到吗 我都去外地了 你早应该走啊 对啊 你跟我采酒 你吃完我的肉之后你才走 我都搞错了 有没有很多观众在留言给你们说 你们真的很坏啊 你为什么这样对你的女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都有啊 都有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真的是好像当我是她的朋友 哇 这太久没有这个感觉了 跟观众一起一起落 一起一起一起落的感觉 很过瘾啊 真的 我也很感谢大家 我因为这个角色也收获了国民女友的称号 国民女友对 也因为这个角色让我多了很多粉丝 然后在微博有了金逼的认证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谢谢 在我街边就走了很多了 走我的粉丝 走了一千啊 一千 一千万 一千万 太夸张了 如果可以看二的话 第二集的话 可以有什么发展呢 我可以就是变好人嘛 我想做这个国民仙女啊 仙女啊 仙女姐姐啊 那我就应观众要求当反派吧 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复仇 剧中演技大爆发的张颖康被网民大赞演技超班 而她和阿木的感情戏也令观众相当感动 这晚阿康太太麦雅志大富贫贫来深场 对于老公和阿木的表现更是大力称赞 我其实像其他的观众一样 我非常的不舍得这一对 因为我们越看越投入 然后觉得他们的爱情是很凄美 然后觉得很浪漫 所以我们很少会觉得有一个这种的角色 会想他们反派对不对 想他们在一起 想他们可以逃脱 但是对这种结局我觉得有点受不了 仙女这个部分 我听说仙人在家的时候 不让太太看了对吗 不会不让她看 只是有一点尴尬 尴尬 然后她投诉 为什么跟她做的 没有跟她一起做 真的 为什么不跟我拍这样子 不要拍啊 就是老夫老妻都不要拍那一天 那一天我就跟她开玩笑说 我说你跟她做的 跟我做一次 你有很多的想法也可以跟他们说 因为他们要看第二集 对啊 这个要跟编局说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像一次做好人吧 我们做警察 对啊 即使打 对啊 成长鹏 我们喜欢 我还喜欢 为什么搞在一起 为什么跟冯英勇搞在一起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剧中不少角色都同样备受瞩目 好像饰演硬朗大律师的蒋祖曼 邱贝只演得入幕三分 可惜最终不能和另一半黄志贤开花结果 难免有点可惜 真的舍不得 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很多观众喜欢我们的黑手NX 真的很谢谢你们 谢谢 可是为什么你们的结局会这样 我们以为你们最后可以在一起的 我也以为我们会在一起 对 你觉得我们现在很好对吧 我的感觉很好 因为他不再跟我顶嘴了 我感觉已经很好 所以在第二集讯息里面 你们觉得 应该要多多动作 真的 多 扎很多很多 比如说要亲戚 比如说他给匪头抓了去 我叫警察去追他 救他 你犯事了 我犯事了 救你 我坐牢了 哎呀 你来救我 怎么救我 好 好 咱们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